字幕君 大家好 今日我們公司接收了一個新物業 這個盤 這個盤叫Beansgate Square 這個盤總共有四個建築 其實陸陸續續都在收樓 其實我們公司之前都收過樓 這個development 所以我們都幾清楚這個情況 暫時來說 住宅那部分收樓 但是公共地方 甚至戶外地方 都有些工程在做 所以大家聽到有些轉眼聲 還有它裏面一些 游泳池 sports hall 余家房這些設施 暫時來說 還未開放 因為它還有些工程在做 一會兒進去大家看到 可能都有些工人在出入 不過通常新盤都是這樣的 住宅那部分先入貨 其他東西就陸陸續續這樣做 這個盤其實提供的單位都幾闊 大小 我意思是由一房 兩房 三房 甚至乎 penthouse 所以是幾多類型給大家去選擇 今天收的那個就是一房單位 大家看看 這個應該這樣說 是這個盤的入場版 這個盤來說 以我認知來說 是整個萬成來說 最好質素的 最好質素的盤 最好質素的盤 大家看得到 好像走進來 整個感覺已經不同了 跟一個萬成的英國一些屋 甚至乎高樓大廈的設計 都不同的 大家好像進來的九龍站 這個感覺 而除了它的質素之外 其實它裏面的配套也很好 也有很多智能化的設施 這個development 它有獨特一個APP 在那個APP 你日後可以訂一個會所設施 甚至乎可以訂購食物 訂購食物都可以 所以整個配套來說 我這種大型的發展項目 就會考慮得很仔細 在這個整個development裏 它下面它還有一些 convenient shop coffee shop 就方便住客 有需要可能買杯咖啡也好 或者下來買少許東西也好 就來這裡買 OK 那說到這裏 大家可能很心急 想上去看 那我就走了 OK Let's go 這裏如果我不說 大家以為我來了一個五星級的酒店 你看看這裏 上面有個中空的中庭 有convenient shop 還有這裏整個大堂 是不是很闊落很寬敞 加上今天那個陽光非常之好 所以看得到 這裏整個盤的設計 就很用心 用料亦都很好 當然一分池一分貨 好東西 價錢都會反映一下 去到片尾 我會跟大家說一下 這裏盤大概是多少錢 就這樣 好了 一邊走一邊說 我最喜歡這裏 它是多玻璃窗 因為在英國來說 是冷的 不同香港 不同一些熱帶地方 所以這裏 盡量有太陽曬進來 那裏整個感覺是很溫暖 很舒服的 OK 看看這裏 整體的樓底很高 兼且配合一些射燈 以及一些feature 的話 整個空間感 又很舒服 也都有一個叫很高貴的感覺 OK 一切走 這個發展項目的設計 就是整個五星級酒店 當然酒店就沒有信箱 對不對 但是你看到 樓底多高 高樓底 有些feature的吊燈 兼且這裏的信箱的位置 亦都做得很企利 我現在來到電梯口大堂 這些大型的新盤 有一個號 就是它樣樣幫你想得很細緻 例如 這裏的電梯口 這裡中有六部電梯 它又分了一些 只是運送傢俬 跟其他客人的電梯分開 大家在香港可能 都有類似痛苦經驗 新樓當然好 甚麼都新 你想想想 當你搬家進去的時候 被人維持著電梯 不斷搬東西 那你作為居民來說 是不是很難出入 所以這裏就想得 這些就比較細緻 專門是這部電梯 只是搬傢俬 客電梯的 麻煩只是客人可以用的 好了 我現在就準備上去 大家好 我現在上來這部電梯 一進來 我每次都是這樣說的 看看這部門 這些大廈的大廈 這些門的質素 基本上沒有甚麼問題 最多看看有沒有瑕疵 儘管整個門看看 你看看 本身這些門其實很重 因為這些是防火門 實深的 不同一些房間裡面的門 房間裡面的門 沒有防火、防煙功能 所以是很空心 很薄、很輕的 這些不同 這些是實深的 留意一下 它這些 之前我已經說過 它有一個point 兩個point 三個point 所以這些叫multi-point-lock 所以大家買家居保險的時候 它一定問你 那是甚麼鎖 這些就叫multi-point-lock 如果它再問你 三個 五個point 這個就是三個 如果有時候 我們自己家裡住的 有時候我們會 securety上好些 怕人叫之類 我們會五個point 但這些大廈來說 其實保安很好 基本上三個point 已經可以了 另外提到保安很好 給大家看看 這些門 它不是用普通鎖匙開的 你看看 是沒有鎖匙洞的 給大家看看 它是怎樣呢? 它裡面 就用了一些智能鎖 試一試給大家看 放進去 就可以開到鎖匙了 就是這樣 就可以開到鎖匙了 其餘的信箱鎖匙 我又不特別提 就是這一套的 我暫時放進去 這些鎖匙又好又不好 這些在外面 就無法複製 這些就要放進去 下面的coin 設定 有登記 才可以更換 而這些也無法複製 這些鎖匙 是我們無法複製的 這些鎖匙 是我們無法複製的 整個appament的設計 其實都是很企業的 企業還是企業 都要看看有沒有 defect 已經說了 這門我們都檢查到了 這裏有些 defect 這些位置 是嗎 這裡崩花了 此外 另外地下 有機會是之前搬家司 搬東西的時候 這些花了 不是油漆 是有個洞在裏面 這些都是花的 這些我們就會通知業主 以及通知發展商 好 這樣就開始看看整個appament了 這個appament是一個一房的 one bedroom apartment 跟香港一些新式的大廈一樣 都是一些開放式的廚房設計 盡量利用空間 好 逐一點開始看 我們先看看廚房區 好嗎 首先看看雪櫃 雪櫃 它是陷入式的 這樣就更工整些 因為它是新的 這些說明書 都還放在裏面 那些我就暫時不理會 留給租客到時候 他會慢慢看 OK 都好企理 而且尺寸也夠大 很多時候 一房單位那些 他就給一個underbench 即是說下面 小小的雪櫃 那些不夠用的 很多時候租客一搬進來 一看到這樣就不行 你給我獨立買個雪櫃 又或者甚至叫業主 這個不夠用 你買一個整個人這麼高 那些正常的雪櫃給他們 實際上都要的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一買 就買很多東西 就像我自己家 那樣 星期六日出去 跟老婆購買 那樣開部車出去 一買可能隨時買一個星期的食物 那些可以住的 那麼住宅人少少的 那麼其實 那他一買買幾日的食物 單一個那些underbench雪櫃 不夠放的 所以這個呢 這些尺寸就好了 所以很多時候 即是大家買樓 正是看樓 很多時候 裡面那個家電 還有其他的設備 就沒有什麼特別留意 不過我們做得 這個物業管理 其實每一樣 我們都會看的 正如這些 這個水用頭OK 我們都會試一試的 不安全的 很多時候 安裝工 就未必這麼細心 和你安得緊它 安得不緊 除了搖鴨鴨之後 尤其水彈上去 就滲了去 跟著就發霉膨脹 就這樣了 這些位置 這個櫥櫃面板 會容易爛 OK 再看了 這個呢 就洗碗碟機 這隻呢 就屬於一些叫 Slim Size 即是小的Size OK的 夠用的 因為始終一房單位 都是一個人 兩個人住 所以這個Size 就OK的 跟著 這個呢 電磁爐 這間我就沒有煲 而且它也是新的 這個呢 就先假設我家 我就不再怎麼看它了 這個焗爐呢 正常的Size 英國人我都說過很多次 租屋出去 一定要抱一下焗爐 因為他們喜歡焗東西吃 就是什麼都焗的 尤其是 這些英國人 喜歡吃一些叫Easy Mill 即是什麼意思呢 買回來 拆了包裝紙 放進去 倒也不用倒在碟裡 它連上石子兜給你 拆開膠袋 就這樣放進去 然後按一個按鈕 然後十分八分鐘後 就可以吃了 這些叫Easy Mill 尤其是這類大廈 很多時候 一些是叫Yang Professional住的 他們那個 上班時間 可能有機會 比其他人會長 變了回來 未必真的會煮很多東西 所以很多時候 他們有機會 就買一些Easy Mill來吃 焗爐呢 就是非常之多時間使用了 接下來呢 就看看抽油煙機 這類的抽油煙機 是近年 新盤 就很多 很經常使用的 它有什麼特別呢 接著我跟大家講一下 正常抽風開著燈的 我不特別講 這些東西 大家用開抽油煙機 都知道了 香港用開 基本上一樣 但是呢 它有跟香港用開的 有一點點不同 它這種就叫Carbon Filter 它是怎樣用呢 就是說 那些油煙抽上去的時候 它經過那些Filter之後 就隔走油煙 真的會隔走它 接著呢 就抽了上去 那大家想 抽出街 不是的 不是抽出街 在上面 然後再出回到這裡 然後再有一個循環 抽完之後呢 再隔一隔之後 上去再下來了 那如果一般那個煮食 不是太大油煙的話呢 其實這些都 基本上都處理得到的 但是呢 就要留意 就是這些呢 就會滿的 因為抽油煙大家想像 是不是 它存在這裡 一天兩天 可以而已 幾個月一年 這樣又會滿的 是不是 到時呢 這些Filter要換 所以記住呢 自住也好 或者出租也好 記住要更換 提你的Agent 記住要更換 否則呢 它堵住了之後 就不停抽 電就用了 聲音就很響了 但是那些油煙都走不上去 走不上去 去了哪裡 就走到一間屋裡 是不是 整間屋都是油煙 就弄髒了 所以記住 定期要更換 這些呢 金援就要買回原廠的 因為這隻隻設計不同 所以你買回原廠金援 好 那我就省電了 OK 先關掉它 我就看過它的秋風 在上面出 就很暢順的 新的嘛 當然是暢順 OK 然後再看這裏 看完廚房區 接著看看客廳區 客廳區的尺寸 都算挺理想的 這樣 這裏基本上就是 兩座位 瘦瘦的 小小的三座位 都OK的 窄窄地坐到三個人 OK 那茶几 電視 如果相對於香港的 一房單位來說 這些隔離距離 都很合理的 都算闊 但一般來說 這裏普遍來說 一房單位 都有這麼少空間 所以大家就不用擔心 其他東西的 這些暖爐 我們都試了 長身 這些柔柔手工 都很漂亮 其實 長身 天花 沒有問題 這些全都沒有問題 地下 這些木地板 也都很麗 很漂亮 這座大廈的設計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幾喜歡的 這裏有一個門 不用擔心 不會一開 人掉了出去 不用怕 它開了 它有這些獨特孔的設計 很溫爭 人會不會掉下去 同一時間 也有風吹到進來 平時一般開窗 你也開到這麼大的窗 對吧 但這個 由頂至低 風吹到進來 尤其是今天 天朗氣清 和大家看看風景 好嗎 看出去 看出去 看出去有一個 Dinsky's Office 直望那裏 之前曼城一個最高的建築 就是 上面是住宅 下面是酒店 但是 現在 這個盤的其餘幾棟大廈 其實都很高 已經取代了它 是最高的大廈的地位 另外 前面看 其實基本上這裏 就叫做M3 就是Dins Gate 可以說 是應該是曼城的商業區 很多時候 會計師行 律師行 的辦公室 就是前面這裏 大家看看 從這個盤走過去 我目測 其實我相信 10分鐘內 一定能走到 10分鐘能走到 所以這個盤 距離曼城市中心的商業區 其實是很接近的 好 下面 就慢慢看一下 下面 這個盤 其實總共有四棟大廈 分開一個叫東南西北的Tower 同一時間 其實它還有一些 Sport Hall 泳池 還有它有一條河 對 有一條小小的河在旁邊 可以扭過 OK 接著看看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一個叫Dining Area 近住的廚房區 這張桌子比較小 而且它不是可以開出來的 如果讓我想 最好就是買一種桌子 接合式 如果有兩個人的 就接合了它 有四個人的 或者有朋友來住 或者來一起吃東西 這樣 就可以 拉大一點 就變成坐到四個人 那就彈性大一點 是不是 接著下來 我帶大家看一下這個睡眠區 和這個房間 看出來 是不是很有一個酒店的感覺 因為這個Apartment 它是買了家具的套餐 所以它包了所有的家具 基本上拿著行李箱 就可以入住 來住 可以鋪到 是不是一個五星級酒店的感覺 我就不搞了 是不是 鋪得這麼好 我就不碰它 基本上 這裡的房間 其實房間不會太小 因為法例有規定 獨特的特別的尺寸 所以不會太小 基本上 一房單位 都可以左右落床 另外 那個窗也是 跟剛才的客廳一樣 都是很開揚的 那裡我就不特別說了 另外 說回這個浴室 這個浴室 真是好企利 這個真是五星級酒店的感覺 基本的結具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 有SAR screen 而且這些瓷瓶 是仿雲石 不是真雲石 是仿雲石 砌到上頂 看上去 就是那個很高貴的感覺 以及 亦都很容易做一個清潔 OK 那 他這些 交流的時候 已經清潔好 以及消毒了 所以 我剛才就這樣說 所以我就是這樣說 這裡 好像一個五星級酒店的感覺 這樣大家可能開始問我了 這個盤 真是你們這麼好 這樣是不是很貴呢 這樣 那不如大家 一起分析一下好不好 我站一站出來這裡 因為今天天氣很好 所以就在這裡 和大家聊聊天 我又在這裡吹一風 這裡的一房單位 大概就是三十萬磅 那如果租借是怎樣呢 現在其實市場上都在放盤 因為發展商 和其他那些人 因為他們收樓之後 很多時候會立即放租 所以那個放租 那個租金叫價的範圍 也有這麼大 那就介乎950磅 到1,150磅一個月 這麼大 當然也都視乎樓層 警官 那樣 我就拿個中間數來看 中間數 當我是1,050磅 即是頭尾計的中間數 拿這個數成12個月 再除回樓價30萬磅的話 那就有4.2厘的回報 4.2厘的回報 那這個回報是高還是低呢 大家衡量一下 因為大家如果有投資 開英國物業 或者有興趣知道 基本上你上網很多時候 都看到其他屋價 租金價錢這樣 這裡如果你說租金回報很高 就不算 但是本身這個 這個大廈的質素好 我們公司呢 除了幫大家買入一些屋 無論排屋也好 半獨立 還是獨立屋也好 而這個盤呢 就是投資者他買入 經發折商買入之後 就將這個公司 交給我們 開始管理 所以在我們公司來說 就有提供物業買賣 顧面服務 亦都提供全面的物業管理服務 有需要 想知道更加多 可以聯絡我們公司 OK 今天和大家分享 就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我們在倫敦 曼城 利物浦 百明漢 提供全面的物業管理服務 亦都有幫助海外的投資者 在英國置業 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WhatsApp 或者是上我們的網站 或者是電郵我們 去了解更多的資訊 算了 算了 暫時停一停 那些人 甚麼事 現在時間到了 對 0 2 2 4 4